街上沉重的行囊 转满了酒茶 买房已经是够沉重的行囊 想转手房市断头潮 竟然还是双北最惨 高总价房子多 大台北点燃断头潮 下一个不定时炸弹 还有房贷余放比 约0.47%也是六都最高 属于那种大型造证 甚至于说它可能 创下当地的新高价的 那种房屋形态的话 反而要去特别注意一下 接了钱不还 易银和华银Q1平均每个月 多出1亿元房贷呆账 拉到全台来看 银行房贷与放比 也从2014年低点的0.15% 逐年提高至今年的0.26% 持续接近0.5% 仅借水位 房市是有回温的状况 所以基本上我认为明年的话 这个预放比可能会有机会 就只打住在上升的这个趋势 房市回温无力 投资客生一成快要绝机 这么低迷下豪宅还要不要管 央行21日的礼监事会 预期会出现不同声音 他们都说市场机制 那你为什么特别针对豪宅 等于是你排付说 有钱人不能买豪宅 那你把钱全部赶出去 对台湾是好吗 呼吁总裁杨金龙该放手 就因为央行对豪宅的定义是台北市7000万以上 以及其他地区4000万以上房屋 看起来一点都不好 反倒让有需求购物者被卡死 不利房市健全 真正操作的是去买套房 一次买100间 买50间 那你怎么不是限制所谓套房 不过也有专家持续力挺央行管制豪宅 认为还是有示范性价格效果 好不容易房价下来了 不宜前功尽弃 东森财经新闻六志张士奎 台北采访报导